大家新年好,除夕吃年夜饭是我们一年中最重要的习俗 从早晨开始,喂餐是一件很辛苦和繁琐的事 厨房太凌乱了,所以就不拍制作过程了 作为新手的我,虽然有的菜做得不太成功,但那有什么关系呢? 一家人团团圆圆的住在一起,吃的不仅是菜肴的味道,更多的是亲情和家的味道 自家的年夜饭,谈不上什么高品味,更像是一桌普通的家常便饭 于最后端盘上桌,就可以开餐了 厨艺有限,咱们大家就是吃的开心图个乐呵 吃完了正餐,晚上九点又去小妹家包饺子 年味是年年如实啊 又是一桌子饮,最后都吃撑了 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 虽然很困,但我们还在吃 这么多的菜肴,接下来的几天,估计都要打扫剩饭了 小伙伴们的年夜饭,都在吃什么呢? 最后,祝愿所有的朋友们,新年快乐,牛年爱好 小伙伴们,新年快乐,牛年愛好 小伙伴们,新年阅伴们,新年快乐,牛年爱好